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求职者 配音是我们上大学开始接触了 比较喜欢 然后没有想把它当成一个主要的工作 因为如果把自己特别爱好的东西 当成赚钱的工具的话 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尽量能找一份与我专业相关的工作 从一步一步开始 脚踏实地 仰望星空 张燕仙 24岁 河北人本科陕西师范大学日语专业 大家好 我叫耿燕仙 来自河北苍州 今年6月份即将毕业于 陕西师范大学日语专业 我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 想要寻求一份与日语相关 或者管理培训生以及助理类的岗位 还有各位boss认为我合适的岗位 谢谢大家 你好 思敏好像是第一次有女生穿过西的靴子 好酷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上半身是职场 下半身好像是夜店 对吧 上半身很庄重 下半身很狂野是吗 如果您在求职的时候 如果上半身穿的比较职业化的话 我建议的裙子 一定要穿职场用的这种裙子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一部裙 那它的长短在膝盖附近就可以了 这样是最好的 那如果假如说今天您下半身可以穿这样 您面试的行业可能比较时尚 也是可以 那就把上半身稍微打扮一下 比如说外套可以 协调一点 对 外套可以选择亮色一点 甚至说这个衬衫不用细的那么严 这样感觉可能会更好 好吗 谢谢老师 好 我们来听一下推荐理由 对 其实 为什么燕仙这么打扮 我猜是这样 因为燕仙呢 她是一个特别喜欢日本漫画 所以她因为喜欢漫画 也去学日语 所以呢 她的下半身是二次元的 上半身是三次元的 你是几次元的 你那衣服是几次元的 我是2.5次元的 你是N次元的 对 所以 这个另外燕仙 平常她在这个同学当中呢 她有几个技能啊 第一 她是 特别喜欢帮女同学做头发 心灵手巧 第二呢 她擅长帮同学解决情感问题 最擅长就帮助同学分手 所以她来应聘呢 也是想应聘助理 或者是HR专员这一类的职位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我来推荐你 先我们来聊一下 先说这个帮别人做头发 对 就是比如说 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女生编发 基本上那里面出现的发型 我都会做 就是在我的朋友同学 他们如果出去约会 或者是去参加party之类的 他们都会来找我 帮他们做一个漂亮的发型 然后再出门 因为先其实我们特别想请教你 比方说我的头发这么多年 都基本没什么变化 我们能改变一下发型吗 要不这样 你上来让她给你做一个发型 给你编一个 会浪费很多时间吧 不需要 要多长时间 我没关系 很快吧 也就几分钟吧 对 几分钟可以 几分钟 来 掌声有请 银峰 请坐 银峰姐姐好瘦 要工具吗 不需要工具 不需要啊 其实这个时候应该站在那个 我们的设计师的旁边 然后问她这个整个的 你来啊 你来啊 快过来 快过来 你不是适合组织这个吗 要到前面吗 感觉好像到了美丽俏佳人啊 变成了 我是大美人之类的 对对对 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非女莫属之我是大美人》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其实想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过年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造型 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 也是来头不小 她是来自咖啡之意的 董事长尹峰 我们的神仙姐姐 大家掌声欢迎 神仙姐姐 那过年的时候 你肯定要出去走新访友啊 那你自己印象当中 你应该想要 以什么样的造型来见大家 本来过年呢 是一年比一年老 当然我想越来越年轻 然后让我们同学见到我 永远都是那个样子 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这一定不要把我 我来我来 一般我是大美人 都好几个主持人 好 对 还有你知道吗 李峰这个头发 哎呀我摸起来你知道吗 是吧 有多么的光滑 是吧 那个手感 我就宁可变成她头发里面的一粒狮子 哇 一粒狮子 一只狮子就躺在里面 一辈子你都觉得特别幸福 一辈子不出来是吗 对 基本就是这样 来 如果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掐子的话 可以掐在上面 尹峰站起来展示一下后面啊 哇 还不错啊 可以吗 还不错 很棒很棒 可以吗 哈哈哈哈 好看 就这样了 特别好看 怎么样你自己满意不满意 哦好漂亮啊 这个抱人的衣服特别配 所以你想招一个这样的助理吗 当然特别想 对 每天给你做头发是吧 真好 但是我可舍不得让她每天做头发 我可以让她发挥更大的价值 好 来 谢谢 因为她太会审美了 那说说刚才说的 你其他的多才多艺 你喜欢日本漫画 对 那日语怎么样吗 我的日语在我们学校属于中上等 我也曾经拿过奖学金 然后在昨天正好是我们的 日语能力国际一级 他出成绩我已经合格 这个能力一级是 所有除了日本人以外的外国人 能够考的日语的最高水平 好 给他点个赞 我比较希望就是 虽然我学了语言 我希望把它成为一门工具 需要用到这个语言 但是去干一些其他的工作 仅止于工具而已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全流 不错 接着我们进入天生我有台 配音是吧 对 我有准备一小段 不中加聖 slower 没有 这个手棒 对 这个舞蹈 可以 你 可以 跟那是 什么 空 もの 你要是生根半叶这样说话 会吓死好多人 来几段漫画配音好吧 特别有特色的 我们挑两个老板来学一下 这是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第一句话就是 我特别喜欢哆啦A梦 哆啦A梦可能经常会跟大熊说 没关系的 没关系怎么说来的 大丈夫 然后后面一句是什么 然后yokata ne 就是说明一件事发生了 是一件好事 然后发生过之后自己说 挺好 不错 我们这最有日文气质的 日本气质的周思敏 思敏先学一遍 就招财猫那个动作就行了 就招财猫那个动作 来来来 好 来 来 去 go 哎呀 太像了 哎呀 哇 呃 小苹果 来 来 来 断东来一遍 刚刚断东的版本就是什么版本啊 还有女歌的呢 耶 耶 耶 就是特别适合为那个抗战片去配音 好 因为我毕竟是找的跟与相关的工作 在这一点上 各位老板看出了我本专业的能力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 这个姑娘的确基本的素质非常的不错 但是在整个面试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展示出自己的职业感 因为她个性非常的教人喜欢 所以老板们觉得她还是比较宽容的 老师 我还有一个PPT 还有一个PPT所啊 对 这是我的大学生活 左边上边是我们班的班服 是一个熊猫班服 然后左边是我去都江雁玩 然后右边是我去汉中看那个油菜花 这一张是我的作品 就是我为我们同学平时编头发的 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左上角是我穿和服的一张图片 这个和服是我们系主任从日本带回来的 不是 燕先生 我必须打断一下 如果你今天求的是助理或者人力资源 你前边讲到现在 哪一个跟职场有关系 下一张是我的实习经历 这一张是 你太急了吧 不是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讲这个 就你前面铺垫了这么多 人家就不可以 就不讲不行吗 人家说现在讲不行吗 因为人家相信刘家勇 你能帮打理他继续继续解读 抓紧时间 前面一张 就一张 就一张 对 因为这一张是我的实习经历 它是我跟随我们公司一起去 燕山大学做的校园招聘 不是 所以燕仙问题就来了 你看你有五张PPT 其中一张是你唯一有亮点的实习经历 然后你讲的又这么简短 我们希望了解的肯定是你关于你职场的 真实你过去有的一些经历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画大量的笔墨呢 你前面的四点都没有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做明一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 我的工作经历毕竟比较少 然后我觉得把它大篇幅地拿出来的话可能比较空 因为我确实没有干特别专业性的活动 如果你的重点你希望在有效的时间内达成你的招聘目的 那么你的PPT一定要非常精准 可能你认为你的短板是没有足够多的精力 但是如果你能成功地讲透一件事情 很有可能你的命运会发生改变 这一点我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燕仙讲透了呀 他讲透了就是在整个这个表现的过程中 已经证明了他日语很好 我觉得如果我有这样的岗位的话 我一定会提供给他一个 那你言下之意就是你没有呗 对 对那你废话什么呢 那你废话什么呢 因为大家先看好的是他的助力感和他招聘的能力 我这个人的意向是要做一个 其实作为一个应届生 他唯一的那个经历就是在顺丰做那个招聘专员 对于应届毕业生 你看国外很多大企业招聘 重点是看什么呢 应届毕业生看你的一些课外的一些经历 哪怕你在学校里折腾我什么事 我赞成嘉勇 我觉得这个姑娘其实用过多的精力 在展示了自己的素质 而没有更多的聚焦在自己的能力下 那一个应届毕业生不展示素质 还展示了什么样 他除了素质之外 如果说能够从他过往的实习体当中 去拆除一些能力的话 他不是这么一个实习工作吗 不是更好 但是如果他们把那个实习工作讲的特别 我觉得叫这个真有什么意思呀 我觉得陈浩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挺同意的 一个刚毕业的毕业生 主要是展示自己的素质 还能有什么样的过往经历呢 错 错 错 因为他的 因为他的 对不对 你还可以展示 未来十年在我们那工作的经历 不不不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必须讲清楚 如果这是第一环节 我们都不会这么苛刻 因为大家第一环节 大家对你的期望 只都已经起来了 我们12眼灯全流 已经证明了你的基本素质 没有起来 那么第二个环节 如果第一环节没起来 你为什么不必须走 他就是刚毕业的 你听我讲啊 然后第二个环节 你有机会再提升你自己的能力 其实大家对你的严格要求 无外乎是你完全可以再拔纲 因为你有那些实习经验 你把它讲透了 很有可能它更好 我们创业的时候 没这么严格要求 不管老板们认不认同 但是我自己觉得 我做了比较充足的展示 他们能为我征考 我也觉得还蛮好的 对 TPG展示这事儿呢 有一个比较容易的比喻 可以给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讲 就是你的PVT跟你的简历的逻辑 应该是一样的 讲自己 讲自己最擅长的 讲自己的主要经历 但你的邮寄 你的散文 你的所有的这个活动照片 和记忆放在最后 作为爱好特长来展示 你需要在最快的时间 把你的最好的亮点拿出来 来我最后问几个问题 第一 最低不低于多少薪酬 如果是在北京的话 我希望是5000家 第一项是什么工作一项 第一项是与日语相关的岗位 但不是纯语言性的工作 第二类就是管理培训生或者助理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成绩还不错 还有发展灯 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梅相容开始 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银科留学和旅游板块的 日本商务助理 王文刚 优漫集团给你提供的岗位 其实是管理培训生 工作地点在北京 思敏 思敏给你留的工作 就是我们旗下的一个 金百合商学院 关于跟中日有好的一个 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助理 尹峰 咖啡机给你准备的岗位是 今年的明星子品牌 项目事业部的助理 陈浩 爱看漫画的人 都有一个特别善良的心 而且在乎别人的感受 特别敏感 一定是适合干人力资源的 我给你是我们集团 加盟事业部的人力资源的 管理培训生 来 佳勇 你来做我们PVGO项目的 招聘总监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下一位 我提供的赶快是 人力资源的助理 解决网的海外旅行 海外婚礼和海外医疗的业务 其实客服和商务 这两个职位 都应该有适合你的地方 另外呢就是 正好这两天 我也编了点辫子 然后一年 我大概也会编一两回 希望你能拿我练手 好开心啊 因为没有想到 会是这个结果 如果漫画当中好开心 日语会说什么呢 雅踏 雅踏 八盏灯灭掉六盏 留下两盏 回到这儿 可以吗 可以 开始 不好意思 哎 颖总 不好意思 非常喜欢你 好吧 没关系 乐可之后 欢迎你来找我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不是 没事 谢谢 谢谢 好 另外呀 行动留下了 有请梅向荣 陈昊 谈前扑上感情 请在屏幕上写下你们的薪酬 来来来 五天家 五天家 一模一样 在这个环节 关于待遇 薪酬 你都可以跟他们商量 有 就是两位老板的家号是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第一 我们觉得我们人力资源模块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 我们人也多 你有充分的专业的锻炼机会 他们我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就别说 我没说 我说不知道 不是 你这家号人也太虚了 你这家号人也跟钱没关系 我们看他未来落在什么项目上 我们连招聘都有提成的 因为你这是讲薪酬 实际上我跟陈昊良 实际上都差不多 差不多 实际上我们给你提供的五千 只是一个基础岗位 就是将来你真正到哪个岗位去 那么他有相应的绩效的考核 来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确定没有了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银科绿云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银科绿云 去吧 因为首先这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 然后我觉得它给我的岗位 也是能够与我专业相关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所以我选择了这家企业 谢谢大家